2020年2月29日 一批示威者藉著紀念所謂太子站831事件半週年 在旺角區一帶聚眾搞事 期間發生警民衝突 一名落單的便衣警員 在市郵街被一群黑衣人包圍施襲 被捕的兩名男子 分別被控意圖襲警和盜竊罪 案件日前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 其中25歲地盤工人張家培被判監禁5個月 而40歲報稱物理治療助理的方志勇 被判囚4個月或准保釋等候上訴 控罪指2020年2月29日 張家培在旺角西洋蔡南街近市郵街附近 意圖襲擊一名正當執行職務的偵緝警員 而方志勇被控於同日同地 偷竊一個警察頭盔 而這個頭盔是屬於同一名偵緝警員的財產 裁判官司祖堯判刑事指出 本案正值反修例運動的高峰 張家培看到便衣警員受襲到地 就馬上衝向對方 行為明顯鼓動他人施襲 要對方擒槍才能阻止 對公共安全構成極嚴重的威脅 罪責不輕 而且受審後定罪顯示他沒有真誠的悔意 所以判囚5個月 至於另一名被告方志勇 司官強調他的罪責亦高 因為方志勇在衝突中 取去警員保護頭部最重要的裝備 無論志勇、轉交他人或棄治 都有極大風險落到針對警方人士的手上 甚至會在衝突中使用 司官又提到方志勇至少父母離異 由祖父母撫養 成長背景複雜 曾經加入三合會 亦有多次管理賣淫場所等案底 即使自稱其後變得手法 但仍然在2007年誤到警員被判換刑 可見他的不良背景 否認控罪無悔意 所以判囚4個月 司官又提到 方志勇在宣誓下作弓及求情時自稱 受僱為物理治療助理 但感化官未能在醫管局找到他的工作紀錄 而方志勇自2015年起領取縱援 法庭需要轉介律證司跟進事件 是否涉及宣誓下作假證供或欺詐? 不過 司官亦批准方志勇以2萬元現金保釋等候上訴 期間不得來說 需要交出旅遊證件 據予報稱住址 每個星期到警署報道3次